复理幸福发市由复理乡罗山社区发展协会承接之后 根据服务统计资料所示 截至3月底已经有超过2万1千人次来搭乘 里程数约有6万3千公里 成长率高达了130% 因为现在有了幸福发市 只要提前预约就可以享受道府接送的服务 而服务的范围从复理全乡最远可以到玉里镇 以及这个月新增的台东池上 复理箱未在花年线最南端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 除了市区客运和铁路之外 许多乡亲只能依赖计程车前往上学 看医生日常的采卖 转程接驳或者是代为领取处方前 潮子下来交通费用相当可观 现在有了幸福发市这项服务 乡亲只需要每和两个人并且提前预约 就可以发车享受道府的接送服务 长者的部分的话65岁是免费 小孩学生的部分的话是12块 然后我们65岁以下的话是25块 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个幸福工程的巴士 尽量推展到我们前乡的所有的乡亲 来共同来使用来多多来利用 布里幸福巴士由布里乡罗山社区发展协会 承接之后 根据服务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三月底一定有超过两万人次搭乘 旅程数大约有六万三千公里 成长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三 从去年度到今年啊 我们整个的这个幸福巴士的一个推动啊 还有宣传部的话 我们尽量让所有的乡亲都知道 我们有推动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今年的承载率 年初的承载率 跟去年的承载率啊 这个达到这个谁啊 突破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几的一个成长率 服务范围从福利全乡最远 可以达到玉里镇的市区 还有台东池上 选票25元半票13元 进了安心票免费 如果需要长期搭乘者 还能够选择购买除值票 节省更多费用 民众可以善加利用 记者高商商会相似方报道